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若干个相同类型的对象的集合 是不是啊 同学们 也就是说若一个类当中有若干个对象 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对象用一个数组来传放 是不是啊 同学们 然后对象数组就是个数组 是不是啊 那数组当中有若干个相同类型的对象 在内存当中 而且是连续的顺序的存储 它既然是数组 它就有数组的特性 是不是啊 构造类型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先看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咱们怎么去定一个对象数组 定一个对象数组 那这个例子呢 我已经复制到这一个代码里边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代码 好 大家抬头看 那这个程序呢 其实是这样的哈 就是说咱们还是拿学生 学生类 然后去讲这一个对象数组 好不好 你看啊 同学们 我写了一个死丢电台.h 那在死丢电台.h当中呢 我是不是定义了一个什么呀 大写的死丢电台类 它有私有成员number 这不是无餐构造吗 这是不是有餐构造 这这种是什么呢 拷贝构造 一般一个类是不是都会带构造 还说 哎 拷贝构造 还说 是不是下边是吸购 还说 在中间是不是其他的成员 还说呀 是不是啊 这是基本的 对不对 然后在死丢电台.h当中干嘛呀 同学们 死丢电台.h当中 是不是对这些是不是这个成员 凯数进行这个定义啊 注意定义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上作用 运营算符 因为用到了cout 所以说要using name space 是不是在这个点cpp当中 用到了cout 那我就用这个命名空间呀 然后呢再去包含这一个 io输出的这一个io stream 因为用到了大写的stu 所以说要包含这一个stu.h 是不是我这一个点cpp 用到了什么头文件 需要什么头文件 咱们就包含什么头文件 是不是就ok了 ok 这个是咱们昨天写过的代码 是不是同学们啊 写过的代码 然后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这一个man.cpp 好 大家抬头看哈 在man.cpp当中去定义这一个什么呀 定义这一个数组的话 是不是跟那个结构体数组差不太多 只不过不需要加那个class 是不是啊 直接是类名加上数组名字 是不是加算元素的个数呀 是不是啊 那咱们就定义了一个对象数组 明白了吧 这个数组当中有几个对象呀 四个对象 是不是同学们 是不是啊 那没有付出值哈 那大家想 在这一个咱们定义对象的时候 如果没有去给他出主化的话 他默认默认的是不是要用无参构造呀 是不是啊 在无参构造里边 是不是我就打了一句话呀 是不是啊 那你想同学们 我现在是有四个对象 是不是他要调多少次 给他出主化多少次啊 是不是用无参构造 是不是给他出主化四次呀 有四个对象嘛 是不是啊 而且这是一个复合语句 是不是啊同学们 那在这个复合语句 我在这个地方打一句话哈 比如说在这个复合语句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啊同学们 在这一个Cout 这一个什么呀 输出新花之前 是不是他要进行吸购 因为他到这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数组的作用率 作用范围就结束了呀 因为是局部数组嘛 是不是啊同学们 是不是要调四次吸购 他有四个对象 四个对象被释放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对象都要吸购 是不是啊同学们 好 大家抬头看一下这个例子哈 稍等 稍等 这个以前说过哈 卖 好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他被构造了几次呀 四次 是不是吸购了四次呀 因为是个局部局部数组嘛 所以说复合语句结束的时候 他要进行吸购 他要进行吸购 然后最后是不是打这个新花 然后程序结束呀 好 这是这一个定义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什么呀 哎 这个对象数组 是不是啊 EDO0到EDO几啊 EDO3 是不是啊 哎 四个对象 是不是跟那EDO0 是不是跟咱们以前定义的那个普通的对象 是不是就一样了呀 比如说咱们来一个STU什么呀 Lucy 那同学们 那个Lucy是不是一个咱们定义的对象呀 然后EDO0是不是跟Lucy是一样的 哎 你用Lucy怎么去用 怎么去用Lucy这个对象 你是不是就可以怎么去用这一个什么呀 EDO0这个对象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哎 是这样的哈 了解一下 然后说 哎 他说涛哥 那我定一个数组的时候 咱们以前讲讲C语言的时候 咱们定一个数组 是不是可以给数组 数组的元素处处化呀 嗯 是不是啊 那我这个定一个 定一个 对象数组的时候 怎么去给他处处化呢 你看哈同学们 他是不是只有一个Number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他只有一个Number 数据成员 是不是只有一个Number呀 好 那怎么去处处化呢 大家抬头看哈 在下边 这个已经讲过了哈 然后呢 对对象数组有多少个元素 就会构造多少次 将来 将来释放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吸够多少次呀 那还有一种这一个 呃 还有一个指示点 就是说咱们在 在这一个什么呀 就是定义数组的时候 付出值 数据化 呃 数据化的时候 就等于大括号 然后是不是复制呀 那注意可以1234 可不可以呀 因为每一个对象 是不是只有一个一个一个数据成员呀 一个那个呃 是不是数据成员呀 那 那 那就用1给 EDO0的Number 去成员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去整啊 那你比如说 你还有一个内幕 你是不是就不能这么去处置化了呀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种简单的处置化 这种这种方法一般不用哈 好 同学们 0 0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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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哈 好 大家抬头看 看看能不能去给他处置化哈 同学们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16电台跟这一个是一模一样的哈 只有卖函数不一样 你看 同学们 是不是 他处置化的时候 是不是 这么处置化的呀 然后他在程序当中干嘛呀 4 I等于0 I小S I++ 他去 EDOI 是不是数组的第二个对象 然后去调他的哪一个成员函数 get number get number 是不是 是不是获取 Number呀 然后打印 看一下能不能能不能把Number获取过来 打印出来哈 是不是啊同学们 是不是跟结构体差不多 结构体速度差不多呀 第几个结构体的哪个哪个哪一个成员 这个是第几个对象的哪一个什么呀成员或者是成员函数数据成员或者成员函数呀 好 然后呢 走 你看看 是不是 是不是打印了Number1 等于Number Number等于1 Number等于2 Number等于3 Number等于4 4个对象嘛 是不是啊同学们 好 这是这种处置化方法 但是如果说什么呀同学们 如果说咱们有什么呀 哎 有多个参数 是不是啊 哎 那那肯定用上面这种不合适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还有一种比较正规的处置化方式 什么方式呢哈 大家抬头看 我给大家看这个代码 那比较正规的处置化方式是怎么处置化的呢 才是这么处置化的 那用类名 是不是定一个对象数组 是不是啊同学们 那用一对大括号 然后去处置化 那这一个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类加一个括号 是不是传一个E进去啊 是不是同学们 是不是同学们 然后 然后 这个是不是就类似于临时对象呀 是不是同学们 临时对象哈 然后哎 student2 student3 student4 是不是给这一个EDO0的nob EDO1的nob EDO2的nob EDO3的nob 是不是复出值呀 好 注意 如果说他除了nob 还有内幕的话怎么办呀 咱们 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 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改一下 是不是改成这种这种样式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嗯 是不是啊同学们 哎 改成这个样式 我多加一个参数 是不是 是不是 再去给他处置画呀 是不是在这给这一个对象速度 各个各个对象去处置画呀 好 比较简单 然后你看 然后你看这样的话 我再用放迅环输出第二个对象的 嗯 输出什么呀 第二个对象get number 获取第二个对象的nob 是不是啊 打印出来看一下 能不能行哈 哎 是不是也可以啊 是不是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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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大家注意一下 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 同学们 你看哈 就是说 呃 咱们 哎 注意 咱们这一个什么呀 这个拷贝构造呀 同学们 这个拷贝构造函数哈 他这个行猜呀 必须用抗死的修饰 明白没啊 必须用抗死的修饰 因为在这一个拷贝构造函数内部 是不是去用了一个引用啊 只去给你新用已经定义的对象 是不是给新定 新定义的对象是不是复制呀 所以说只是读 必须加什么呀 抗死的去保护他 是不是同学们 否则你调用的时候 你往里传的时候 人家就就不敢让你传是吧 你有可能会去修改 这个地方要记得加什么呀 要记得加抗死的 明白 啊 哎 明白哈 啊 这一个无参构造函数 还被我什么呀 还被我屏蔽了是吧 其实打开打开也行 是吧 啊 打开 一二代帽三 啊 是吧 啊 啊 得打开啊 好 那这一个定义对象呢 这个定义对象数组 并且给对象数组处置化 是不是同学们啊 最好用这种处置化方式 是不是啊 哎 是不是 咱们已经讲完了呀 注意 若类当中有构造函数 那么定义对象数组的时候啊 也可以什么呀 通过不带参的构造函数 或者带有全程参数的构造函数 对什么呀 对对象数组进行复制啊 元素复制啊 哎 就是说 你你你你 大家以后的时候呢 都用这种方式吧 好不好 显得正规一些是吧 嗯 好 然后这个对象数组呢 总结一下 对象数组就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边是不是有若干个相同类型的对象呀 是不是啊 哎 同类的是不是啊 哎 在内存当中顺序的连续存储 是不是啊 哎 然后呢 哎 而且 定义对象数组的时候 初日化的时候有两种方式 然后大家呢 建议大家用这一种 是不是啊 用这一种啊 好 啊 哦 嗯 哎 呀 哎